大家好,我是小静 黑豆被誉为豆中之王,营养价值极高 85岁的中南山院士就推荐大家多吃黑豆 黑豆是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同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液、花青素、益黄酮 以及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元素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黑豆的养生吃法 可以把黑豆的营养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 首先买来的黑豆我们要仔细地挑选一下 把一些坏掉的发霉了的黑豆挑选出来 像这样的黑豆就扔掉不要了 接着再把300颗黑豆倒入盆中 加入一盆清水,先把黑豆清洗一下 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奸商卖一些假黑豆 染过色的黑豆 这里我们需要擦亮眼睛,学会鉴别 染过色的黑豆,溶于水之后 水会立马变成黑色 而真正的黑豆再怎么搓洗,它都不会掉色 黑豆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把脏水过滤出来 现在可以观察一下洗绿豆的水 颜色有些徐发紫 是因为绿豆表层含有的花青素 溶于水导致的 接着再把绿豆倒入滤网中控一下水分 接下来再把控干水分的绿豆倒入平底锅中 先开中火把绿豆表面的水分炒干 炒黑豆的过程中 我们要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使其受热均匀 大约炒两分钟 黑豆表层的水分就会炒干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开中火翻炒 大约炒五分钟之后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黑豆表皮已经裂开了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转小火继续翻炒 炒黑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唯一需要的就是耐心 小火炒十分钟左右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黑豆个个都裂开了 表皮发灰 这时候就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豆香味 像这样黑豆就炒好了 炒好的黑豆我们可以在锅里再干贝一会儿 这样黑豆吃起来会更香 接着再把黑豆倒入盘中彻底晾凉 这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密封瓶子 放入锅中 然后我们把它加热一下 消一下毒 水开之后煮上两分钟就可以了 再用厨房纸巾把瓶子的里外都擦干净 必须要保证这个瓶子无水也无油 接着再把晾凉的黑豆装进瓶子里 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黑豆大约装瓶子的三分之二就可以了 不可以装的太多 要留出黑豆膨胀的空间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再准备两块冰糖放进瓶子里 然后再倒入陈醋或者是香醋 里面加入了冰糖还可以中和一下醋的酸味 醋没过黑豆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密封起来保存了 大约保存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吃了 两天之后醋和黑豆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黑豆就会膨胀很多 吃醋泡黑豆一天不需要太多 10到20克就可以了 常吃醋泡黑豆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首先每天吃上一勺醋泡黑豆 可以帮助我们开胃醋消化 再者醋和黑豆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有利于我们对黑豆营养成分的吸收 尤其是对钙质和各种微量元素的吸收 最后常吃醋泡黑豆还可以自补干肾 美容养颜 延缓衰老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保护心脏健康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以多吃一些醋泡黑豆 对身体的好处非常的多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帮忙点个赞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养生视频 喜欢就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